那郭台銘他是從最後方 一路做這個大進場 好像大家在看到選舉的造勢活動 其實大家通常也跑久了 很常看到這個 這個餐會的現場 都會有一些芭樂汁啊 柳橙汁 但是偏偏在主桌就這麼剛剛好 居然會出現咖啡 奶茶跟果汁 三種這種最熱門的飲料 對 然後什麼都有 而且都準備好兩杯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不是有一點點刻意安排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才會做了一些安排說 那我們就先不要動 我們站在外面 以及不要這個志工朋友們 不要再喊一些動算啊 這個選舉口號等等的 說什麼兩個人已經見面喬好了 說不選的那個人就要當那個 那這些風聲從郭伴放出來 我們不太知道到底用意是什麼 從這個最近這個侯友宜的事情 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其實大家有點摸不太著頭緒啊 郭董到底要做什麼 以及他到底要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 目前柯文哲聲也是打一個大問號 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持續到河 今天四個關鍵字帶你掌握天下事 大人尷尬 幕僚吵架 柯國兩人見面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好不容易結束啦 事後雙方幕僚 吵個不停 到底誰蹭誰啊 一個說霸王硬上弓 一個說我早就公布行程啦 你信誰的 唯一解放韓國瑜 侯 郭 柯 沒有人願意當副手 郭喊出只有我能整合 目前看起來你只想選 你沒有想要整合啊 那誰可以呢 現在大家喊出 那個男人 韓國瑜 這面子三方都會賣 難道真的要從喝咖啡 變成先打一圈嗎 自己的民調 自己做什麼民調低啊 我們大郭董 怎麼可能沒有慶祝行情 郭伴拿出內參民調 有上升 而且一出來 把賴情的票還打低了 風向很簡單 我才是霸主 好 現在真的是大人尷尬 小孩子在吵架 只能說郭台銘跟柯文哲 這心中隔著一大片海啊 很難去游得過去 原因是什麼 又要再講到計程車 普渡餐會的這一天 大家不是說這個柯文哲啊 臉很尷尬嗎 因為他是沒辦法去隱瞞 自己情趣的人 有多尷尬 那時候啊 去那邊等著他 不僅去罰站 罰站完之後 又要逼著他 去到主桌這邊跟他敬酒 那當天其實 這個柯主席是蠻準時 甚至是有一點點提早到 那大概兩個人到 抵達現場的時間 大概就差個 那麼一兩分鐘左右 不過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郭台銘 郭董 是從後方 因為現場是200多桌的盛大場面 那郭台銘他是從最後方 這個一路 就做這個大進場 好像大家在看到選舉的造勢活動 那現場當然就有喊 有人喊這個郭台銘加油啊 當然也有支持者喊說 唯一支持郭台銘等等的 那我們也覺得很好奇啦 因為其實大家跑 通常也跑久了 很常看到這個 這個餐會的現場 都會有一些拔辣汁啊 柳橙汁 但是偏偏在主桌就這麼剛剛好 居然會出現咖啡奶茶跟果汁 三種這種最熱門的飲料 對然後什麼都有 而且都準備好兩杯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這是不是有一點點刻意安排的那種感覺 那我相信這個8月28號其實一直以來柯主席都是確定7點一定會參加 那過往大家應該也跑過一些這個工會的活動 工會的活動大部分都有很多政治人物會來 那工會作為主辦單位大部分都會把盡量把大家的時間錯開 才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嘛 所以你說兩個政治人物要強碰在一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我真的是要打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但我必須說柯主席這個行程其實真的很早就排定了 包含說前面7點到7點40左右的這個時間點 他要來做一個致辭跟下去走動 那當天在現場確實因為有很多媒體擋在中間的關係 已經有很多媒體因為搶著要拍兩個人的互動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太自由的行動 那我想這個柯主席當然也不想要打擾到別人 甚至他在到場的時候剛好也是這個郭董在台上講話的時間 所以他才會做了一些安排說 那我們就先不要動我們站在外面 以及不要這個志工朋友們不要再喊一些動算 這個選舉口號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看得出來 因為從8月28號這個郭董把他的時間往前挑 到甚至到後來我們還聽到一個風聲是說 9月還有類似的活動 還有郭跟柯兩個人一定會見面的活動 不過我覺得這個風聲不斷從郭辦裡面放出來 甚至在媒體上面我們看到了很多的新聞 說什麼兩個人已經見面喬好了 說不選的那個人就要當那個 那這些風聲從郭辦放出來 我們不太知道到底用意是什麼 用意為何 那從這個志函曾經講過這個金門的事情 我在節目上其實也講過蠻多次的 我想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時間點以及重要性 是兩個團隊完全沒有互信基礎的狀況之下 從金門那一段開始就產生了彼此之間好像 有一點在觸碰彼此的套路的這種感覺 那從這個最近侯友宜的事情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其實大家有點摸不太著頭緒 郭董到底要做什麼以及他到底要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 目前柯文哲正義也是打一個大問號的 維洋哥我這樣聽下來覺得太奇怪了 第一個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郭董是在想什麼 所以你根本不清楚他要做什麼情況之下 幕僚這樣看起來幕僚的溝通也沒有很順利 奶茶都還沒有喝 現在要談什麼 好的 現在郭董的戰術就是讓你摸不著頭腦 我到處放話 我顧不宜正 我隨時出現 我們都講 一天到晚追著你要結婚的那叫恐怖情人 這個是恐怖候選人 一天到晚追著你要整合整合整合 我隨時會出現到你的身邊 好重點就是你可以發現這個事前 比較有完整規劃的是柯文哲的陣營 還包括說我們不要喊動算 我們應該是什麼時候 以什麼樣的方式進場 他都想得清清楚楚 那你的戰術已經被對手知道了嗎 人家當然可以後發而先制啊對不對 後發先制 人家新聞搞 採通後發 人比你先到 他現在現場佈證了 飲料全部準備好 據了解啊 那個杯子還是郭董要求要透明的 遠遠一看就知道是咖啡奶茶果汁 你要什麼都準備好了 你沒有逃脫的空間 如果有必要 郭董還端著整盤追著你跑都可以 所以現在的局就是 郭董已經設定了一個 接下來的主動戰略 他就主動出擊 那他是誠信在哪裡 現在雙方幕僚在吵 到底是什麼時候 郭董不是一開始說八點嗎 不重要 重要的是現在 現在即永恆 所以郭台銘現在的一切操作 回歸一個根本就是 要打破柯文哲在原有優勢區 特別這原來是台北市計程車的 這個公會的活動 他要打破柯文哲在原有優勢區的佈證 他要做什麼呢 當柯文哲所有想要鋪排的議題 都會被我的突襲行動打亂的時候 那接下來你有任何的準備都沒有用 這個選舉就是照著我郭台銘的意思走 所以當郭董你掌握主動性 民眾黨該怎麼回應 才是接下來奧妙的地方嗎 陳志涵自己也都講說 好像九月多的行程現在都被掌握了 對啊 你也知道了嘛 人家後發而先知 你到底該怎麼營運 民眾黨必須趕快拿出解決方案 郭董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 但他的發言人好像可以從他的言談當中 抓到一些貓膩 我們來看了 其實黃世秀已經講白了 這一戰叫做且戰且走 這是他的招數啊 他說十月連署破百萬 科猴就得貪 所以更正值一件事情嘛 他出來選根本不是為了要整合嘛 他想贏嘛 他想贏 所以他必須要有叫板 跟上排座的這個機會嘛 所以他決定出來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黃世秀說什麼 八月中一定會連署 但若十月底整合成功 十一月就不一定會送件 不過他強調 連署是為了促進在野整合 因為其他兩位參選人 都有政黨門票 這個戰略叫做且戰且走 來 易中哥你怎麼看